人家贾宝玉啊 是闲着玉出生 我姐是寒刀片 等我回上海了 我一定要偷偷地跑去你姐公司的门口 看一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 嗯 我真的是眼睛花了 看谁都像我姐 笑吗 嗯 有点 可能贵妇的气质都是相似的吧 妈妈 我怎么觉得那个人长得有点像我小姨 你笑完了吗 我一起笑完了 赢了 太棒了 那去看看是不是小姨哦 小姨 铃铛 铃铛 小姨 小姨 你怎么来了 铃铛 妈妈 真的是小姨 小姨 烫了啊 黑了 你可真会说话 谢谢跨奖 你怎么突然来了 给你个惊喜啊 你好歹跟我说了一声啊 我派人去接你啊 不用 那个民宿有接送机服务 镇上的民宿 你能不能不玩手机 我工作呢 玩什么手机啊 等一下马上好 哎 半小时以后给我 好吗 服务员 她被凉了 服务员 不错啊 你这一工做得挺认真的啊 什么时候回去 这还没修完 诚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啊 我打电话到你酒店 你酒店说你辞职了 你居然敢骗爸妈说休假三个月 我就知道你有问题 我是怕 爸妈知道我辞职担心 不准备回去再跟他们说 为什么辞职啊 不想干了 那不想干事想干什么 休息 我就算是一枚零件 那也得保养吧 那休息够了吗 保养够了吗 有什么打算呢 这本来好好的呀 你一问我 瞬间把我拉回职场 领导训话 问我要下一个季度的安排 我一句也生个气 没生气 行 不问了 我 小姨吃不吃 不吃 等一下带你去吃很好吃的黄焖鸡好不好 带你 我不想吃鸡 行吧 我晚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视频会议 时间会很长 晚上不能跟你们吃饭了 靠你待一下 行 我带他去吃完给你送回去 不用了 那个晚上跟你睡 东西啊 都带来喽 跟我睡 开心吗 跟小姨睡要跟小姨睡 这几天都跟小姨睡 你可算找人帮你带孩子了 自己外申你不堪 你看谁的呢 行 铃铛啊 嗯 要听小姨的话不许乱跑 不要给她乱吃东西 好 拜托喽 知道 好了 妈妈就撤了 妈妈再见 再见 再见 你那个咖啡小姐妹一直在偷拍我 你手机就是震动我 告你不许说坏话 否则后果很严重 好 好 拜拜 你晚上想吃什么 猫多梨 猫多梨 嗯 吃什么 吃 猫多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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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吃猫多梨 这不能当饭吃啊 酸脚糕 你没吃过吗 没有 尝尝 嗯 你姐怎么突然来了 谁知道我发什么神经啊 她可能知道我辞职了 想让我去上海工作 那你想去哪里工作 回北京 决定了 嗯 我都在北京生活十几年了 你说上海的空气 口味 我还得重新适应 不如回北京了 那你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吗 目前只能用排除法 排除不想要的 也是一种方法 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呢 都特别喜欢去怀柔的马场骑马 在没有高楼的地方啊 和马相处 心比较容易平静 你不约会啊 我约什么会 我大学毕业就没女朋友了 为什么啊 我们部门吧 男同事比较多 这女同事呢 要不然结婚了 要不然就有个对象 不是 我是说为什么你大学毕业以后 就没女朋友了 就是吧 那女孩后来去了深圳 而且我自己的人生规划也是 工作几年 攒点钱和经验 救回老家的 这就算有女孩喜欢我 一听到我这样的人生规划 基本也就算了